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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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弟子妹早晨 最近我在机场里面 在一些书局里面 去逛逛逛逛逛 看到一本台湾的雜誌 这本雜誌的封面有一个大致的标题 它说 喂 各位CEO 如果你不想造死自己 你就快点去建立你的团队 这个说话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今天我要为神做很多工作 我要理人神给我的使命人生 难道我整体都是自己一个人 孤零零自己博杀去做吗 原来我都需要找一个班底 去支持我 我需要找一个班底 成为我的同路人 他在背后给我有守望 给我有提点 和我一起夹手夹脚 去做好神要我们做的工作 团队的建立 在我们做神的事工 去履行神给我们的使命的时候 是一个很关键的准备 那时 大祭司 以利亚实 和他的弟兄 众祭司 起来建立阳门 分别为圣 安立门线 由足城墙到哈米亚流 直到哈南叶流 分别为圣 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 其次是因你的义子杀该建造 尼希米记三章一至二节 尼希米记第三章 我看到尼希米 他领受神给一个义仗 他知道他有一个责任 要在耶路撒冷重建城墙 重建城墙的范围 其实是很大的 当你看看耶路撒冷的城墙 位置和版图的时候 你会发觉 尼希米的地方不少 怎样做呢? 他需要有一群班弟 所以尼希米不单是有一群领袖 也有一群百姓 在背后成为支持 还有其他闲杀人等 这群团队有高级领袖 有祭司 有利美人 有先知 还有街坊父老 有些小孩子 也有妇女 也有其他不同的工作人员 有不同的专业人士 一起和他合作 分工合作 尼希米他本身有个计划 他有一幅蓝图 这幅蓝图 已经安排了有不同的人 等 按着他们不同的恩赐 是可以分工合作 这群团队是一个很好的蓝图 今天我们在尼希米的第三章里面 我看到一个很完整 一个很妥善的周祥计划 这个周祥计划 令到每一个人 很了解自己的崗位 他的职份 很重要 如果今天我们要 离行神给我们的使命 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周祥计划 我们需要招聚一帮 和你同行 同心 一帮的顶姐妹 和你一起去 离行神给我们的使命 尼希米他本身 在神面前有这个异象 神都很大大赐福给他 有从上天而来的智慧 令到他知道如何去安排那帮人 今天我们作为一个熟灵领袖 如果作成神的使命 我需要对于跟从我们的接班人 或者甚至我们的下属 让他们知道 他有一个清晰的工作指引 甚至他知道他们的角色是如何 但在过程里面 不是单单扔了一份指引给他们去做 而在过程里面 我们作为一个领袖 我们就要付权给他们 英文叫做Empower 让他们在进行他们的使命的时候 进行他们的工作的时候 让他们能够知道如何去做 也让他们有信心去做 在过程里面 得到尝试给他们的鼓励 欣赏和肯定 所以离希米因为这样做的时候 这班人就齐心协力 同心同恒 去完成他们的工作 这是值得我们自己敬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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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